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一个象征只要努力 人人都能在美国成功的时光 只不过这个梦正随着时代慢慢在改变 2022年美国时间12月6号下午2点 远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一座台积电晶圆厂的遗机典礼 迎来了美国总统拜登跟苹果执行长库克大驾光临 美联社甚至报道 这项投资案毕美当年的NASA 把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 但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 去年的10月中 外贸协会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规格 前进美国华府举办台湾形象展 地点就选在离白宫车程不到10分钟的地方 参展的厂商从船产 五支一道电动车 有80几家公司 占了上市公司总市值36% 也催生出台湾历年来最大的对美投资案 而根据投诚会的统计 台湾未来三年可能投资的海外地区 资讯电子业前三名分别为美国越南跟中国江苏 而传产业则是越南美国以及东南亚马兴应飞 后来我们更发现 地缘政治催生出的新美国梦 不是憧憬 而是为了生存彼此产生的依赖 当中红海就是最直接的例子 过去它靠着深圳这个世界工厂建立起代工帝国 如今要靠电动车翻身 就到了距离中国一万多公里外的厄亥厄州 展开东征之旅 在一个早已经没落的铁锈之城 红海该如何靠它翻转代工之王的名号 台湾新思路带您独家直集 红海帝国的新美国梦 天空飘下细雪 低温并未交习生机 天刚亮高速公路上 醒目的大货车 川流不息 美国厄亥厄州的小镇 是围绕五大湖区铁锈带 这里的钢铁业是传统造车基础 曾是美国通用汽车最重要 也是最大的生产线之一 最早生产燃油车的年产量 电风时期达到60万辆 如今红海在这里插了旗落了户 场外高挂美国国旗 同时混合了台湾灵魂 关键主角是电动车 红海首都对外曝光自家电动车的诞生过程 高自动化生产线 每个工作站都部署机器人大军 挂满红海富士康的旗帜 我们可以拿钢铁锅剪裁 剪裁我们自己的线 压筑成型整片钢板进到设备以后 随即变成凹凸有致的车尾结构件 记者跟着红海的高层 搭高尔夫球车在场内导览 不靠双脚步行是因为占地640英亩 总楼地板面积达到620万平方英尺 与红海中国深圳厂面积相当 眼前看到这一条铲线轨道 其实里头就有超过10组的机器人 它们会自动进行焊接 那么也因为安全性的关系 可以看到平时其实都这铁网罩起来 那么最后就要完成 像眼前看到的这个车身半成品 和装备称为机械裁缝 车门能否顺利打开 以及密合的关键就在这 现场特意将部分的生产线 证实停工有缘故 除了确保导览的安全性 也要严加保护商业机密 我们开始组织车的车子一起 然后在最后我们会有 什么我们会称为身体的组织 造车工艺最后一关 警示灯号响起完成涂装的车体 透过天花板上的输送带 送到这一站进行组装 舱内最神秘的电池生产线 就隐身在铁架的后方 产线两侧的员工 戴着黑色手套作业 制作电池包 白色流线型车身 细长车灯不怕撞脸 红海首款电动皮卡 放入长形横向的触控萤幕 车室空间 后方载务空间大打宽敞的特性 先强占美国市场 不只展开量产 2022年底已经陆续交车 首批目标充500辆 封在这个里面的这个都是电池 电源是从这边出来 然后供电给这四个轮内马达 跟他们合作也是看到他们这个所谓轮内马达的这个技术 你很难想象这曾是一家快要破产的厂房 从传统的车厂转型为电动车新创车厂 在2021年红海出手以2.3亿美元 签署了厂房购买协议 看上当地的车用供应链和生产环境 不到一年市场寒价超过8亿美元 而当中红海保证绝对不裁员 成为攻下美国这座贪投保的关键 而这400位的员工加入红海集团 也让红海在美国的制造能量大跃进 除了原有的厂房还拥有可扩展的生产空间 也成为他们吸引车用零组件的台湾队 一起入列东径大团战 建大是台湾的公司萧美琴 萧代表过来他也特别去访问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合作的开始 那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供应商 一起把这个供应链重新做好 美国总统拜登2022年8月签署降低通膨法 必须是美国制的电动车消费者 才可以领高额补贴 每辆7500美元 红海在此之前已经顺利卡位 吸引美日韩欧的车商 悄悄找红海洽谈代工 但要吸引大厂下单 拥有设备和产能并非绝对 具备有生产经验的人才才是重要关键 走进校园独栋美式矮房林立 前方几乎都有绿地 就像绿盎然的公园 探似愜意 事实上这市所百年名校 属于竞争激烈的研究型大学 临近鸿海电动车厂区 车程不到半个小时 地上有大大歪的标志 这里是二亥俄州 Yangstown State University 现在这所大学和企业合作 吸手红海一起培育电动车人才 我们很感兴趣 他们会在这个地区 我们会做到所有东西 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工作 红海和校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吸手打造当地电动车人才培训 和创新中心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 帮助他们进入这个地区 帮助他们进入这个地区 联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进入这个地区 所以我们是一个赢赢的情况 时间回到2018年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和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另一处威斯康星州场的 动土典礼同框 川普口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迹 面板场蓝图变了 但当时红海已经先宣告 美国制造的野心 前进红海威州厂大型人造水池 绿能中心 特殊的球形建筑 作为高速运算和资料中心 员工进出频繁的制作建物 则是获利经济智慧制造中心 产线24小时不停歇展开三班制 生产伺服器产品 红海展现在威州持续投资的决心 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雇了一千多名员工 红海不排除在威州搭顺风车 全力支持我们红海刘董事长的 三加三的策略 我们在这个 我还有那边已经有 EV的这个领头羊 那在威州这边呢 当然将来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他 雨带玄机为扩大美国的电动车 生产阵线埋下伏笔 从全球手机制造巨头 要角逐电动车制造巨头 美国市场是重要的一步 在未来三年之内 大概两大的市场 就是美国跟这个东南洋 车子本身它因为这个体积大小 美国来讲它有IRA 所以就是相当一部分的 一定必须在当地来制造 所以我们这个厂本身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尤其像鸿海跟苹果跟Google 已经有商业关系了 像电脑手机 所以我觉得鸿海只要 产品做出来 是很大机会拿到苹果 或者Google的订单 鸿海砸重金在美国设厂 磁吸传统车商 以及有造车梦的科技大咖 而拜登政府强势重返美国制造 祭出消费补贴手段 要靠电动车加速成型 至此一个要从大公王国转向高阶制造 一个要让美国制造 找回曾经的荣耀 鸿海帝国的东征之旅 与其说是实现美国梦 不如说是地缘政治 让两边的帝国大业 能够一拍即合 从上一则专题我们可以看见 现在台美之间的关系 不再是由上对下 而是平行依赖 当中电动车 这项跨时代的产物占有关键的角色 而最后一块拼图 则来自于这项设备 充电桩 以美国市场为例 目前境内大约有十万个充电桩 但拜登政府声称 二零三零年的美国 将会有超过五十万个充电桩 提供五十亿美元的资金 来协助充电桩建设 但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 二零四零年 全球的电动车销售大约高达五亿台 届时充电桩至少配备二点九亿座 也就是电动车跟充电桩的比例 大约是二比一 甚至全球充电桩的投资金额 预估将高达五千亿美元 折合台币十四兆 而台湾 要如何抢下这十四兆的充电桩商机 又做好了哪些准备 带您一起来了解 随着全球上路的电动车越来越多 充电桩成长也将大爆发 国内最早投入充电装置的这家厂商 是由玉龙集团成立 全台第一支充电桩就是他们所打造 就连超跑大厂保时捷也找上门合作 充电短短五分钟就能跑一百公里 其实这家能源厂曾连续亏损长达八年 团队一度只剩下不到十人 随着充电需求大增才终于转亏为盈 如今在全台各地建置超过三千五百只充电桩 站稳国内龙头地位 场域端的业者听到要盖电动车充电站 第一个反应就是台湾有电动车吗 我们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吗 所以我想我们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下 一路很辛苦的这样子走过来 现在已经反过来变成是业主主动来找我们合作 玉龙和鸿海不只联手打造国产电动车 也抓住充电商机 还受到新加坡政府的青睐 拿下当地公共电动汽车充电桩订单 把台湾技术外销补计 这个标案事实上在新加坡当地是非常受到瞩目的 所以各方竞争的非常的激烈 我们在五个标案里面 我们跟我们的合作伙伴拿到其中的两个 所以未来我们玉电这边会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在未来新加坡政府五年的一个计划里面 建置超过4000只的一个充电桩 在他们的一个公有停车场里面 电动车销量持续攀升 国际能源总署统计 2021年全球新售电动汽车470万辆 规模是四年前的三倍 但目前还有许多人都卡在历程焦虑 不愿意入主电动车 不过世界经济论坛预估 2040年全球电动车销售将达到5亿辆 至少要搭配2.9亿座充电桩 换句话说 每两辆电动车就要有一座充电桩 电动车的数量 跟所有的业者加起来的充电桩的占比 其实我认为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充电桩的数量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美国2020年的车装比大约是16.4比1 欧盟则是8.5比1 台湾统计到2022年底 挂牌电动车3701台 充电桩4380支 车装比大约是7比1 2040回到300万台的话 那就是成长100倍 100多倍嘛 那充电桩不要说成长100倍 成长一半就好了 也是30万台 所以这里头的商机就非常非常的大 2040年能够全面的能够更换成 电动载具的这个运具 那我想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角度之下 我们只能说 它应该会是每年以两位数的这个数字 来蓬勃的一个发展 充电桩产业正在起飞 国际能源总署预估 充电桩的产值2021年355亿美元 2030年将暴增到4173亿美元 相当于13兆新台币 以美国来说就要投入75亿美元 在2030年以前广设50万座充电站 欧盟也要砸下800亿欧元 盖350万座充电站 韩国则是在三年内 充电站要增加到50万站 回头看台湾 2025年充电桩要增加到7800支 其中的快充大约只有600支 占比不到一成 一套快充的建制成本 大概会需要200万到300万 快充一定是在公用场所 停车场 公园 还是加油站 国内快充站主要集中在 车流量较大的国道服务区 以户口来说 标榜40分钟就能够充饱八成电力 可跑400公里 落到市区去比较麻烦 如果是在高速公路的 我就觉得这样是蛮方便的 很快耶 大概25分钟半个小时 对啊 去上个洗手间 就都有一点来不及 不过全台从北到南 目前只有五个服务区 设有44支快充数量不多 临近台湾的南韩已经有58个休息区 都设有充电站 充电桩上砍1000支 整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的节点上 我们会限制大概有160个停车的 充电桩的一个停车位置 南北加起来有22个服务区站 那将来每个服务区站 至少会有6到8个 高工局规划2025年底以前 全台22个国道服务区 都要设置直流快充 但好几辆车同时充电 瞬间用电量将会暴增 电力配置成为最大挑战 在悬址上我们大概面临一些困难 除了要考量停车动线之外 那台电的配线输电就很重要 因为这些都是高压用电 快速道路的交界处 我们也积极地在寻求 这一个土地 能够来建制快充 需要加油的车辆 只会越来越少 加油站也成为快充站的转型目标 中油预计2025年将有28座加油站 会设置80支快充 以台北士林这个站点来说 10支充电桩每个月使用车次 达到1300辆次 慢充就是在大家自己的大厦 自己的家里面慢慢去充 所以中油公司抓住的 大概就是说20%在公领域 这部分的一个快充的一个市场 锁定快充市场 加油站业者脑筋也动得快 变神充电站的同时还卖起咖啡 民众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电量就能够从10%充到80% 不过还是有车主担心 出门在外快充不复使用 廉价大家都会开车出游 或者是过年那种 每年过年的时候就会很头痛 都一定要先把电充满才敢出门 加油站有它设置的一些 用电的一些规则 一些规范嘛 所以它说了很多约束 相关这些设备我要一个环抱的概念 受限于安全考量 加油站要盖充电桩 约束不少 和地下除槽的阴井盖 间隔至少要1.5公尺 加油枪的距离更要达到6公尺以上 我空间有限嘛 对不对 我必须要在环抱区里面嘛 所以我必须去盘 盘看我哪些加油站适合 所以我们现在在选的就是说 空间比较大 腹地比较大的加油站 从能源科技产业到车厂 相继投入充电市场 充电桩成为各家业者的 兵家必争之地 只不过随着充电需求暴增 电力调度和安全问题 将成为下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充电桩 可说是电动车完成最后一里路的 关键拼图 当中我们看见台厂 试图跟上世界的脚步 但作为充电后勤的基础建设 是不是会以同样的速度跟进呢 交通部现在统计 2030年台湾即将累计超过 51.9万台的电动小客车 而工业院估算 电动车主每月平均里程 大约是开1158公里 如果以一度电可以跑6公里来算 等于一整年电动车充电 就需要大约12亿度的电力 这将对台湾的电网带来不小挑战 尤其在台湾目前使用的是单一电网 不是分散式的 也就是任何设备发生事故 都会影响台湾的整体供电 而台湾目前定定2025年 再生能源发电的占比 要高达20%的目标 但当不稳定的供电 碰上了未来的产业 台湾该如何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两年内三场大停电 一再曝露台湾电网的不稳定 能源局统计 2021年再生能源占比6% 但2050年要提高到60%以上 再生能源的间歇性 让供电挑战更大 未来当大量的电动车 同时加入充电 台湾的电力考验才正要开始 充电能越来越多的时候 万一我同一时间 我可能10台车一起充电的时候 对 那里面一定要有很多的配套 为了强化供电韧性 台电砸下5645亿元 未来10年内要把集中式电网 改为分散室 这概念听起来很抽象 但有一所学校已经开始进行 空拍镜头看到校园屋顶 盖满太阳能板 这是桃园龟山的文兴国小 也是全台湾第一所 在校内设有虚拟电厂的学校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到了 大家期待已久 拿小礼物的怪兽电力公司 好厉害喔 106分 真实版怪兽电力公司 是校内师生对虚拟电厂的昵称 除了让学生体验发电 认识能源 最重要的是学校自发的太阳能电力 平常都会储存起来 有需要时随时供应给台电电网 或是周边家庭用电 管如一座小型智慧电网 未来整个电力调度会越来越灵活 可能台电会跟企业 甚至学校或是民间来做一些调度 比方说学校寒暑假 他可能用电比较少一些 但是这些太阳能 可能就可以除起来到除能设备 邻近的一个地区 有需要一些电力供应的时候 这些用电可能就可以变成是 提供其他的场域 或者是台电来做这样电力的一个使用 每月的总用电一部分当然还是来自于台电 那黄色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太阳能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好它的整个电力供应里面大概20% 其实它是自给自足的 透过智慧监控系统 每天的发电和用电数据全显示在萤幕上 40K瓦的太阳能板 以一天发电4小时计算 可以发160度电 一般家庭每天用电量大约10度 等于可以提供给16户小家庭一天用电 数字听起来不大 但入这样的智慧电网越来越多 就能够击杀成它 40K瓦的自发自用型的太阳能板 那每年可以省下47000多度 学校和台电签订契约容量 一旦超过红色的用电上限 就会被罚三倍电费 智慧电网不只能够除能 还可以自动管理用电 预测电量是否超约 提前释放储存电力 我们的太阳能板 一般在高峰的时候 它也是直接供应我们的电源 有多余的电力才储存 所以那些储存就好像是 我们的救命仙丹一样 万一要超约了 学校要超约了 它就赶快把那些储存的电能 全部释放出来 打开储能柜 两个柜体里头6颗电池 就是平时用来储存太阳能电力的地方 走在校内到处都能看见 像路由器一样的白色方块 这是智慧通讯闸道器 说白话就是讯号器 负责搜集电力系统和电器的大数据 回传到云端透过AI统一调度管理 还能够传送指令控制电器开关 当放心学校用电太高的时候 就由云端的大脑把这个控制指令 把教室的冷气稍微关闭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智慧调控的一个案例 全校24间教室48台冷气 同时开启瞬间用电量暴增 可能会超出学校契约用电容量 智慧电网会自动判断环境的温度湿度 控制冷气要关闭 或是启动 开水轨道 请不小心使用 随时供应热水的饮水机 也是吃电怪兽 智慧电网晚上6点会自动断电 早上6点再启动 太阳能的发电是上上下下的 那充电桩也是 如果你一个电动车进来 它其实会有瞬间高量的一个复载 系统还有除能 就是在这些变动的能源设施当中 自己就很像一个电厂一样去管理 然后最佳化自己的一个电力使用 传统电网属于集中式发电 单向送电给用户 而未来智慧电网 能够将全台大大小小的电网给串联起来 透过大数据分析 精准预估电量供需再分配到各地 属于双向的供电系统 严调机构统计 透过智慧电网 全球可以存下 一千百万兆瓦的备用电力 相当于伦敦市五年所需电量 能源管理第一步一定是可视化 就是了解自己的用电形态 所以有一个好的数据来源 会是重要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我们才会 做到智慧的一个调度 要稳定控制电力就得先掌握即时数据 但传统的机械电表只能靠人工超表 装上智慧电表就能以每分钟为单位 自动搜集预测电量 台电统计2021年已经安装150万套的智慧电表 2024年将扩大到300万户 不过业者也坦言 目前国内电价便宜 家庭装智慧电表达不到经济效益 意愿不高 在日本看到的趋势是 能源转型它会越来越分散化 所以从工厂 三半大楼 然后最后可能落到学校 社区 家庭 都会有可能有这样子新能源的导入 那这整个调度的一个运作模式 其实它是通用在各个场域 国岛湖口服务区的电动车充电站 一旁还藏着一座除能站 里头的除能系统 共有18颗锂电池可保存288度电 这同样也是一座小型智慧电网 可以管理调控电力 透过充放电的机制 然后来做到消风停骨的一个功能 让电力电网能够维持它的一个稳定性 但要确保充电服务不中断 业者还有秘密武器 这边的部分是氢燃料电池 那目前设置两座氢燃料电池 那它大约的设置容量是5KW 总共是10KW左右 氢燃料电池运用甲醇和醇水 产生氢气再转成电力 当再生能源电力不稳时 能够自发自用维持供电 每一年电动车都是10% 20% 现在的销售都是这样在成长 对那台湾一定要有一个配套的机制 充电装置随着电动车加速成长 让电网的复杂度跟着增加 没有稳定的管理和预测机制 一旦单一电厂故障 全台大停电的意外 就可能一再上演 恭喜您很难想象 这几年的台湾会因为水被区分为两个世界 一条溪流化开了台湾的水文地图 尤其从左水溪以北 不但连日下雨 不论是北部的石门或是中部的德基水库 平均都拥有9成以上的蓄水量 但反观南部 左水溪以南尤其是台南 从9月份到11月 累积的降雨日数竟然只有短短10天 而且降雨量只有30毫米 水清灯号转为减压供水的黄灯 而同样供应嘉南到座的增稳水库 蓄水率更低于三成 造成了嘉南平原大约有1.9万公顷 必须被迫修根 然而这样的情况并非只有发生在这一年 那从2020年开始 台湾的缺水危机就弥漫着整座岛 尤其靠天吃饭的农业首当其冲 被迫修根 成了不得不的解放 而根据科技部推估 全球暖化下的30年后 也就是2050年 台湾水稻有可能必须减产8%到10% 而西元2100年 减产量更可能高达两成 但是当台湾的缺水炸弹 减产兵临成像该如何替农业骨仓流住最后一滴水 三年了 面对眼前那片犹如沙漠般的天际线 阿仁哥每天一起床除了悬田跟土草 根本没事可做 不够没落后了 近大概4个月 现在我们开始修了嘛 本来是要那根底了 现在都没办法没水 站在一片光秃秃的稻田 只剩稻杆 若有似无地助力在杂草间 阿仁哥感叹 仲田超过25年 作为水稻资深农民 他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汉象会一年比一年引重 最重要的森文水库 再怎么用力都榨不出一滴水 这样的情况已经将近500天 现在总好感觉是你 看过最厉害的 对 所以已经这几岛来最厉害的 我们做的是没那么快 因为生活工业用水 这是重点嘛 工业用水第一 再来是农业 台南后币区 一座2万2千人的小镇 水道面积高达3500公顷 全台之冠 在这里有八成的居民 从事跟稻米有关的行业 17年前 一部五米勒的纪录片 把这座小镇 推向台湾谷仓的代表高度 17年后 眼前的场景 反倒让人想起了 700代的西部牛仔电影 那是身处一片荒漠下的无奈 因为我们开头提到了三年 那是指休耕 制作台湾谷仓 已经整整三年 没水中田 以台南来说已经整整三 三个月没落过一点 我们被迫向外县市的农会 来直接采购豆腐 如果专业商店因为烟酸 这样三年未来有可能 人家第一四年第五年都因为 这个枯水池 我们的水池还没够的部分 人家说这样下去之后 我们实在不知道 要如何观估农民的生计 如今被迫收耕是因为根据估计 农业一起灌溉用水量要1.9亿吨 但就算曾文和乌山头水库合并 目前只剩2亿吨水 还得供应名声和供应用水 尤其在距离后币区42分钟车程的地方 台南科学游区 是全台三大科技产业聚落用水量之首 在2021年南科每日用水量是7万公吨 2022年已经成长到20万公吨 每个月需水量就高达600万公吨 今年的7月到11月的时候 整体的南部地区的降雨量 是20年来平均值的四成而已 那1.92亿吨 我全部拿来做灌溉水库 曾文跟乌山头水库 在明年的4月初就会空苦了 水利法在第18条里面有规定 它整个用水的一个顺序 对于家用跟公共用水 它是最优先的 那第二个是农业 工业才是第三 根据水利署统计 台湾每年总降饮料可达900亿吨以上 却只有使用168亿吨水资源 利用率不到两成 而这仅存的18% 会进入到水库 河川与地下水 当中农业用水占7成 民生用水占快两成 工业用水占一成 也因为是最大用水标的 每逢干旱 农业就成为首要听观对象 你这台需要吗 没有骨的那家 这是纸保鸡 就是它是拿来做植物保护 也就是盘场上我们可以喷农药 光刷这一台就刷到来 这个我之前办到好36万 那后续还有改装啊 还有一些零件的更换 大概将近40万 40万这个数目是庄惠杰 在军人退役后省下的老本 他没想到这笔钱会用在这场农业旱灾下 六年前他作为青龙板箱 每多久就遇上旱灾收耕 不得已砸下老本 买了植保鸡帮人撒农药 没想到却意外替自己开了线窗 那不光是这样接外贩你个月可以 还可以多多 量比较大的时候 一个月大概十来万左右 会杰说他有一个四岁的孩子要养 当初只是帮自己找条出路 但也因为这样的灵活与弹性 反映出在农业上适当差异 这三年后币驱农会推广汉座 老龙们反对得多 但像他一样的青龙 根本没有退路 只能斜更经营 是今年二期做种的大豆 那这个品种是属于台中一号 连续三年收工 那一个月的能够赚的钱 基本上就是跟你最低基本薪资是美术两样 我算过差不多 真的跟最低基本工资差不多 如果未来的天气都是常常会缺水 那我们要怎么做产业的转型 做种一些比较节水的作物这样子 在调配上我可能我们比较年轻 在这个调整 这个步调再调整的时间会比较快一点 但事实是 本市稻田的土壤跟汉座的土壤并不相同 导致即使在这里种杂粮 收成也不好 就算领补助过活 也只是悲数成绩 但是坦白说在我们农民的生活上就是 很多殿农和青农他们是返乡为了照顾 我们的势团回来的白产 对他们来说 他们这个保座九千六的部分 他除了互产周 他也可能要行帝主对方 有这个说真正的这个节水奖励 他没有落实在食根者的身上 他可能都会向帝主 因为水农业和工业互争 但你不知道的是 根据农委会调查 农业用水反倒来自河川 而水库最大的使用者 不是工业也不是农业 而是民生用水 一年三水二一吨 尤其在台北市 加户每日用水量 在三十个国家首都中排名第二 比东京高出近五成 然而水费负担率却是全球首都 倒数第二 台湾河里流水价三十块 因为我盖一座水库开发原水 自来水处理完以后 卖给我们就是一度三十块 结果政府卖给我们一度四块钱 政府卖一度水就要贴二十块 那自来水公司永远在赔钱 自来水公司永远在赔钱的结果是什么 他没有钱贪换款限 所以我们的漏水率三成 我们一年都要两座肥萃水库 这场水的危机没有人是举外人 当极端气候来临 眼前只剩一桶水 农业工业和你我 谁会是一三考上 人类为水而战 绝非为言耸听 尤其在台湾 从继承的名声到高端科技的 墙水大战 源自于2021年春天 那场台湾56年来 最严峻的大汗 当年四月中旬 不论是中科仰赖的德基鲤鱼潭水库 或是供应竹科的宝山水库 水位统统创下了历史新低 导致苗栗跟台中 必须启动回为六年的分区限水 偏偏这个时候半导体业 迎来了史上最旺 也是最严重的晶片缺货潮 而台积电也刚刚宣布 史上最高两兆八千亿的资本投入 当时纽约时报甚至用一则专栏 来关注台湾半导体业 与农业的抢水大战 尤其是半导体 根据自来水公司提供的资料 前十名的用水大湖当中 有一半以上都是电子业 因此这几年 半导体业对抗水型的武器 叫做循环回收 但能否跟得上全球暖化的速度 这一堂水的课题 又如何教会我们 开源与戒流 基隆水情吃井让中正信义等高地社区 约4500户供水出状况 但是水跟电如果是稳定的话 一切都没有问题 全台一年之内发生513 517以及303 连续三次大停电 没有了水 可能比没有电还可怕 水据半导体来说 就像是21世纪的石油 尤其身处异下人潮的台湾 有88%的水都流入大海 剩下的大加强 未来20年 就是在台湾的半导要再成长 第一栋要解决国际化问题 第二栋应该就是要解决 水跟电的永续的问题 半导体业被台湾称作水电打雾 加上在台积电与其他半导体的 扩敞下用量激增 根据自来水公司所提供的资料 前十名的用水大湖中 有一半以上都是电子业 其中台积电超越中钢 混作第一 台湾现在是有水库 大概是95座 可是我们的储水量只有20亿吨 21吨打个比方 美国的这个狐火的水库 它这个水库就有352亿吨 我们是它的6%的存水量 最后水电的半导体支撑 遇上水电双缺 难解析题 想解套 不单靠工部门想方设法 民间自己也得动起来 日月光全球第一大风测大厂 总部所在地高雄男子 那是一个全年有一半以上日子 都不下雨的城市 在自作启用七年的水厂里 有三分之二都是经由处理的 回收再生水 这厂中需要用的水就从这里提供 从工业废水回收 到半导体用的超纯水 只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办到 七年来产出2740万吨RO水 整体回收率超过70% 每日最大产水量可达2.1万吨 等同于为高雄三万户家庭 省下当日用水量 以我们这个高雄地方 它的用水来源 主要就是源自我们高平溪 那所以我们这边在枯水期 我们就会变成水要要降低 但是其实更担心的是因为 所以假设有剧烈的蚝雨 那会让高平溪整个的水浑浊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反而会没有水可以用 世上制成中的晶圆 需要大量水源清洗杂质 使用的必须是 干净程度等同自来水 1000倍的超纯水 以往晶圆厂需要用上 1400到1600加仑的自来水 才可能转换1000加仑的超纯水 水资源充沛与否 不仅攸关晶圆制成良率 一旦没处理好 甚至可能让整座晶圆厂停摆 就是在制成里面 尽量的不要把水流到废水厂去 然后进到废水厂的水 我们还要再把它分类 所以这些的分门别类的 处理这些的用水 其实是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 就要先想好 这几年面对水荒 科技大厂解渴的方式叫做回收 全创 号称一滴水用7次回收率高达96.2% 友达则说他们一滴水用11次 龙滩厂还能做到100%回收 至日月光回收率高达70% 居全球铺测业之冠 但其实台湾平均降雨量是全球的2.6倍 这样的多雨之道 却成为全球排名第18的缺水国家 还输给稍地阿拉伯 台湾的水源主要靠河川 OK 那河川呢 能盖水库的河川呢 几乎干嘛 水源台湾其实有很有的优势 就是我们四周环海 所以海水淡化 在这个时空条件 我觉得是一个长久政府应该 开始着力去推动的事情 海水淡化会是台湾的解放吗 在新竹南辽 这是全国最大产量的 紧急海水淡化厂 第一座万吨级的 民生海水淡化设施 一天能产出1.3万吨 等于是5万2千人 一天的用水量 至于为什么叫紧急 因为它的供应期 只有三个月 我过去没有 很强地在推海淡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度水四度电 我们台湾未来不只缺水 我们还缺电 第二个你把海水的淡水的那部分 提炼出来 你把高盐度的水再放回去 那叫卤水会造成污染 然后呢 海淡场你要盖的话 其实你要征受土地 你要做还评 你的卤水要排回去 渔民抗争 根据统计 全台目前有24座海水淡化厂 有21座位于离岛 但海水淡化厂 不但需要大量用电 兴建更耗时5年以上 加上恐怕影响余货 始终是渔民与还评委员 失忆的问题 现在台积电去了高雄 就碰到了一个问题 它的下游厂商 苹果 苹果告诉台积电 你的水 要有一定比例的回收水 不然你的水出息太高 我也不能买你的产品 水的回收再利用 是一个必须要走的路 我们今天台湾的污水处理厂 几乎覆盖率非常高 都盖好了 所有的污水都到我们的污水处理厂 可是我们呢 处理完就把它给扔了 我们一天扔掉285万吨 我今天只是加一个生产线 把它回收在利用而已 我们工业用水跟民生用水 是同一个系统是供水的 今天缺水的话 我们是整个民生工业都缺了 这时候能补什么水 请问你可以补再生水吗 不可能 没有人可以把再生水 放在民生系统里面 全世界都没有人 因为民众不能接受啊 所以因此你就补了水 唯一的水源就是海水淡化 于是这场水给我们的课题 又回到了源头 难的还是在人 污水处理 海水淡化 各自表态 然而正走向细倒的台湾 已整整三年 没有台湖驾到 当水的浩劫悄悄悄悄成下 我们没有内耗的本钱 根据统计 制作一片12寸晶圆 要花超过8300公升的水 而他们用过的水 我们俗称肺液 当中还有许多化学有毒物质 但如今 这样的有毒废水 却能透过台湾人的巧手 重新回归半导体制程 可以看到在我身旁有相当多的机台 而这些机台呢 在半导体制程里面 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其中这个机台呢 它可以制作出机能水 取代半导体产业清洗的有机溶剂 不但更环保 同时还能节省水资源 就像是平常喝的气泡水 在纯水中加入二氧化碳 变成生产晶圆石的溶剂 以新制程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10奈米 5奈米 3奈米 这样的超先进的客户 他们在很多限剧缩小的情况之下 它以前的清洗的问题 原本不是问题 现在都会完全被放大 所以它需要这样的机能水 产生不同的物性化性 过去使用薏柄醇当作溶剂 虽然成效不错 但有毒又难回收 透过他们所研发的机能水 利用二氧化碳 作用挥发之后 只留下醇水 不留污染物 不只帮客户废弃资源活化利用 还能让台湾科技业 面对干旱水荒难题松一口气 因为光是制作一片12寸晶圆 用水量就超过8300公升 但只要用机能水 就可以让单战用水量减少20% 为了这一举数得的好点子 这个团队过去已打造科技厂的厂物起家 这几年开始研究高科技材料 以一座先进制成的晶圆厂来说 一天至少会生产1000吨的肺液 高浓度的肺液有9成能再利用 但最麻烦的就是低浓度肺液 它的浓度又低 处理效率也不高 所以整个的处理来讲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 这一个半导体的产业 大概1、20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公司比较最特别的一个 就是我们有投入大量的资源 人力资源 在这一个肺液处理的 这些设备上面 还有一个就是肺液处理的 一个技术的开发 制成中的肺液没有再利用的价值 一直是高科技产业的痛点 业者积极开发肺液处理技术 可以减少8成的轻运量 节省4成的处理费用 环保意识抬头让绿色制成 循环经济的概念成为显学 另一家厂商则是以硫酸酮肺液精炼 提纯的技术能力打入半导体先进制成 线上同仁盯着机器 因为正在把同意精炼成前端半导体靶材 要使用的材料 靶材是一种半导体光电液 常用的间度材料 但只能利用30% 剩下7成可以说是浪费了 透过他们的制成 却可以让靶材再生 他们每年帮台积电 回收1800吨的肺酮液 做成再生铜管 然后再把铜管精炼成 晶圆制成可以用的阳极铜靶材 幕后的推手就是董事长马建勇 我们预计在2022年的年底 我们的front end 主要是高阶半导体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占到10到15% 那整体在半导体的结构 我们会占到30到35% 这样的技术 让他们成为全台第一家 而且是唯一一家 供应半导体前端制成的 高阶把财厂 随着大客户先进制成 不断往前 他们也加快脚步技术升级 更在南科赤资超过10亿元 要扩建半导体大型把财 塑形成型中心 半导体的产业供应链 其实它是国卖产业 国家密卖的产业 overall这个投资 我们从2021到2025 大概要投资50亿 资源有限但需求无限 节省资源成本的浪费 又让科技业生产出来的废弃物 重获新生 电视成精 今天的台湾新西路感谢您收看 祝您顺心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